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户口派对 首先欢迎我们的派对大来宾 余娃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派对大来宾 张亮英 我悲伤得那么深 你只放手过来 何必再承认 我没有选择 我不再完整 原来最后的吻 如此冰冷 你只能抹热 我要被割舍 眼看着你走 如果这就是爱情 本来就不公平 你不需要张力 我可以离去 如果我成全了你 如果我能祝福你 那不是我看清 是我证明 我爱你 接下来让我们 有请我们的派对大来宾 张杰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反正 王涵 氣 陈 哲 紉茜 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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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also 黄 onde reach овор 媳 杰哥的下面的计划呢 可能要用半个小时来说 有新专辑 有演唱会 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 新专辑其实我到现在呢 入行20年了 也要做一个很特别的 没错 所以是希望做一个 融合流行的一张专辑 然后刚好是在2024年 我觉得这个杰哥的音乐 是永远值得我们期待 而且我们用掌声祝贺一下 我们张杰为我们唱了20年的歌了 太棒了 应该的 我还要继续唱 太棒了 继续唱 另外欢迎我们文文回到好流街 大家好 是于文文 我们文文的 《魔方世界》的巡回演唱会 依然在进行当中 另外呢 我们今天还有新朋友 来到我们的好流街 欢迎杨和苏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杨和苏 接下来是我们好朋友 延祺又回来了 欢迎延祺 大家好 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一上来我们简单聊一个话题 就是当我们对一件事情 特别热衷 特别喜爱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它呢 在以前 对不对 嗯 在我们那个年代叫发烧友 你们听过这个词没有 听说过 听 音乐发烧友什么的 最开始不是发烧了好友吗 最开始是对那个自己制作的那种音响 就是半导体啊 那种人家叫发烧友 后来就变成听那个胶片 黑胶唱片 对 所以呢 这样的朋友呢 就叫发烧友 而且发烧友后来还有一个 延伸的概念叫做志同道合 就是我们两个对同一件事情有热情 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烧友 就很多人很喜欢看演唱会 也是演唱会的发烧友 演唱会的发烧友 有电影的发烧友 还有你好星期六的发烧友呢 是不是 我觉得真的其实发烧友这件事情 好像现在聊起来有一点点这个 时光的记忆的感觉啊 那泽琳 我们今天这个发烧友的机制 到底是什么样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嘞 各位说一下 今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你谈我唱里面呢 一共有黑胶唱片机 磁带机 CD机 MP3 四样物品 所有人呢 要轮流进去选择一样 自己最喜欢的这个物品 选择结束之后呢 如果选择了同样物品的人呢 那么你们就是发烧友了 然后呢 我们会把大家分为两队来进行比拼 每一队获胜的队伍呢 都可以进入我们的你谈我唱 然后去验证其他人的身份 如果验证成功的话呢 那你和你的发烧友都可以积到一分 如果验证不成功的话 那么被你验证的那个人呢 就可以积到一分 然后我们最后呢 是分数最低的四个人要接受惩罚 也就是说今天只有四个人 可以安全干净地下班 没错 又是这些吗 对 对 你们一定要试试可舒服了 哈哈哈 第一个谁先去打个样 杰哥 杰哥 来 杰哥跟我走 我们先在这个四个里面 把帘子拉上啊 来 你要选一个 杰哥都认识 哈哈哈 你看有黑胶 有CD 有这个 对 Walkman 对 随身踢 随身踢 磁带随身踢和MP3 你要选哪个 我要选 我要选 这个 黑胶 好 好 我选那个 OK 这是我的Walkman 好 酷 好 好 好 我来说